主料,五花肉200克,青辣椒150克,辅量,油,盐,蒜苗,姜丝,蒜瓣,豆瓣酱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五花肉洗净切锅带用,姜末蒜拌饭苗切断带用,青辣椒区子洗净切小块带用,锅烧热,下五花肉不断煸炒,翻炒煸炒出油,下数量的盐,继续煸炒, 制肉变金黄,下准备好的蒜苗姜末和蒜拌,翻炒出外,下切好的辣椒,不断翻炒至辣椒断生,下适量的皮线豆瓣酱调味,继续翻炒均匀,然后出锅,烹饪技巧,豆瓣酱是咸的,注意盐的用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订阅本频道,订阅更多相关资讯。